啊 就是今天我们了解了 所有的物质现象 金刚经常说的 都是仪和火象 这个仪就是物质的基本 基本的物质它组合的 那佛经的名词叫极为之为 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 那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 这个东西再分就没有了 那么极为之为 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 一列微中子多大呢 是电子 电子是原子里面的 把原子分析开 原子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 这组成一个原子 原子最小的是电子 绕着原子和旋转 像太阳系一样 这个电子 这个电子 这么小的东西 佛在经上说 也jon子 几为之为也 八地以上的菩萨 能看见 阿罗汉能看到的是微尘 那很大了 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 阿罗汉能看到 但是微中子阿罗汉看不到 八地菩萨看到 这才真正是物质的基础 所有物质都它组成 这个东西不能再分 再分就没有了 科学家把这个拿去分 再一分真就没有了 物质不在了 那什么东西分出来是什么呢 分出来原来是念头的波动现象 这让科学家 非常惊讶了 这个发现了不起 那是这个发现 要是被科学家都承认了 过去这个四百多年的科学 基础全部推翻了 所以现在 这门学问称作前卫科学 好像打仗一样 这是哨兵 在侦探 在前卫 不是主力 刚刚发现 现在科学家 许许多都在收集证据 用证据来支持 这个学书 这个学书 他们的证据 首先就是收集 疗病 在这里说 许多绝症 有不用医药 自己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 医生认为这是奇迹 没法子解释 现在懂得念头 不是没法子解释 所以现在也有好几千个证据 证明 多半的这些病患 都是宗教的信徒 医生宣布 他的病不能治了 等于宣布死心 他受到绝路了 这个时候 每一天祈祷 就非常认真祈祷 求上帝 求神 带他到天国去 这就用精神了 置心一处了 把这个念头都集中在祈祷上 集中在上帝 集中在神 一心求神 福福 对于身体 对于疾病 完全放下 根本不像他了 这个病 他就好了 这个例子很多 祈祷 祈祷这个力量 不够死业 如果这个祈祷当中 还常常想着自己身体 这就不灵了 不能想他 你想他就等于说 养 这个病毒 你养他 你不想他的时候 这病毒就消灭了 就没有了 所以病毒真的是贪成吃把它养成的 我们还有这些念头 这些念头在一样 对于一切法 对身体都不谈 受什么样的冤枉 也不恨 那为什么呢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你想这个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我们真的想这些 想这个好啊 这 这诸法是想啊 慢慢的 能欺入这个境界 真想多了 他就在电 智慧开了 全部放下 全部放下 那我们这个身体在世间 跟诸佛菩萨 就没有两样了 这个身体会通灵 那都没有障碍了 跟一切灵自然就通了 我们有杂念 有妄想 就障碍 障碍最严重的支出 于一切法 不支出 不分别 所以 确确实实 很多人呢 他在这个状况 好了 为什么 他那是病 他不是要 不是寿命 没有了 寿命没有了 那就没法死了 他还有寿命 那他就一定会好 那受命到了 那就没法死 那没有命 那只要还有命的话 他的病一定会恢复正常 恢复健康 这个理应我们要真通啊 要真一相心的 那我们念佛的人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不要想身体 什么都不要想 我们来试验 两三个月看看 身体健康怎么样 但是试验期间 绝不要想身体 什么地方痛痒 都不管他 念佛 学这个夏威夷的 修兰博士 用的这四句话 哪个地方疼痛了 我们就想这个地方 我爱你 对不起 请原谅 谢谢你 这讲同样就没有了 恨灵啊 我有一次早晨 这腿出筋 很难过 我就用手去摸擦 我就用这四句话 想着到 我爱你 对不起 请原谅 念了大概三遍 就没事了 所以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 有一点点不对劲 这四句话很临 要用清净心去念 要用真的爱心 爱心太微妙了 爱心是 自信的核心 能量特别大 真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一切问题 解决一切问题 我感觉你 感觉的 对不起 关灯